北部地区已经连续下了两个多星期的雨 民众好不容易今天才终于看到地面是干的 而有精神科医师表示 湿冷的天气特别容易诱发忧郁症 最近到门诊求助的病人就比平常增加了两成左右 最近北部地区又湿又冷 让不少忧郁症患者情绪低落就急复发 就连一般民众也感到焦躁烦闷 精神科医师表示最近门诊病患明显增加两成左右 几乎都和阴语绵绵缺少运动有关 此外天气湿冷也要小心脑中风 根据卫福部统计发现 中风在101年国人十大死因中排名第三位 死亡人数有一万一千多人 平均每天有30人死于中风 相当于每48分钟就有一人死亡 尤其65岁以上老人是高危险群 平均每15人就有一人曾经中风 因为天气冷血管会收缩 导致血压上升 所以常常会没有办法 及时的供应脑血管 就会引起脑中风 医师提醒三高患者一定要规律服药 定期量血压才能避免血管收缩 血压上升 另外也要提醒民众 天冷还是要多喝白开水 多吃蔬菜水果 每天至少快走半小时运动 才能降低季节性忧郁症发作 及中风几率 记者赖顺许徐启峰台报道